兩位有看的話 能出上嗎 林志穎一定沒有 對啊 林志穎一定沒有吧 有他有看 真的有看 尤其是你打你老公那一下 我看了十遍 林志穎看十遍 林心如怕昂 猛虧是故意的吧 他們兩個合體很驚人的耶 1995年校園幹辭隊 已經27年了 他們同台耶 Amazing 侯佩晨 林志穎 林心如 一同為保健食品代言 這次昔日情人林志穎 林心如 相隔十六年再度同台 會尷尬嗎 會尷尬嗎 欸 妳怎麼說 不是啦 我們就說尷尬 那麼久 你講那個時間那麼長 嗯 完全沒問題 感覺像昨天對不對 還好吧 沒那麼轉變啊 對啊 差不多 那那你看我嗎 你看我 兩位有看的話能出上嗎 林志穎一定沒有 對啊 你一定沒有吧 有 有 大概看了一下 你們說看就有浪費時間 爆料了 我都看了沒 他都看劇浪費時間 沒有 我說有人沒有 有啦 有看 真的有看啦 尤其是你打你老公那一下 我看了十遍 哈哈哈哈哈哈 真可憐 所以你看滑燈的時候 你就跳著看 只看後見好了不會 哈哈哈哈 因為他跟我說看他的就好了 不用去看其他的 那應該也是你刻意安排了吧 沒有 對啊 你想很久了 所以 沒有沒有沒有 劇本本來就有寫 真的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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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真的 我沒有那麼壞 你們兩家到底是為什麼會走這麼近 就是因為那是我先生有一個車子的事情 你們自己留微信 然後結果他們自己聯絡 對 然後從此之後就變好朋友了 他們每天都會 早安的那一種 每天 互發掌被吻嗎 差不多了啦 會因為他喜歡吃東西 待會拍他吃他什麼 對 那我要吃什麼 我們就會互吵 我們感情還非常好 那你會介意被媒體冠上 他前男友的這個標籤嗎 他也會被我冠上 彼此啊不是都一樣 這也是一個事實 這也是避免不了 而且還好 因為我們又不是上一任 對 上上上上上一任 而且又沒有什麼恩怨 什麼什麼任何什麼情緒 或是幹嘛什麼都沒有 真的完全沒有 不分而是被添加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沒有 就是因為距離 大家為了彼此的工作再努力 對對對 現在才澄清是不是 上次公開同台是康熙那次對不對 對康熙那次 你的距離很中間都沒有做 同台啊沒有 那你們的小孩知道你們以前的關係嗎 小孩哪懂 你怎麼一直在聽這個關係 我們不要 我跟你講 他們都是很資深的記者 不要被一直被他們帶進去 前輩以前最會回答這一種 匪文的問題的 這次生在兩輩就在這邊了 小潤的 喔 他穿起的要給你寫是不是 背心有可能 還是可以這樣要救援一下 到底這樣怎麼會 所以你們兩人的電話還是 喂 20年前